游客好愜意在民宿的门口烤肉聚餐 一群人围着坐在马路边 同框的数一数1234567 至少就有七个人烤肉聊天唱歌 其中一名男子还很贴心的为旁边的女子吃东西 这画面让附近的居民看了好害怕 这是屏东恒春镇的民宿 20号晚间游客聚集在门口 附近居民说连栋民宿防疫期间天天都有游客来 包枕栋是多人跑不掉 很怕疫情在国境之南蔓延 把消息告诉妇产科名医苏怡宁 苏医师气炸了 在脸书po网怒骂 几颗老鼠屎就可以坏一锅粥 没办法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也没有公权力 民众愿意这样告诉我 我站在我的职责 我就是尽我所能 我能够把这些事情反映出去 因为台湾只有一个 接获检举县府会同警方上门 业者坦言 确实在20号晚间有房客包动 交通旅游处当场要求 做不到人数管制 订房就都要延期 恒春包动民宿发生游客没戴口罩群聚情形 县府将依法对违规的游客举发开罚 屏东临确诊在21号破工 又有民宿群聚 难怪居民会害怕 TVBS新闻吴中勋 屏东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